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作者 高华 播讲 夏秋年 三 1931至1935年王明对毛泽东的认识 先冷后热 毛泽东在遵议会议之后逐步控制了中共军队 并大大加强了他对中央机关的影响力 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 毛泽东尚未能将他的势力延伸到中共领导机构的另一组成部分 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 以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明为团长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依享有法理上和精神上的巨大优势 在中共党内获有崇高的威望 毛泽东将不得不与从未谋面的王明合作共事 以王明为团长的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 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产生的中共中央派出的 代表团中有四名政治局委员 他们是1931年11月7日抵达莫斯科的王明 1933年春抵达的康生 六届五中全会政治局委员 和1935年8月抵达的陈云 六届五中全会政治局委员 工人出身的陈云虽是六届四中全会上任命的政治局委员 但陈云因在1930年末一度参与罗张龙派的活动 而在政治上不被信任 被罚去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场劳动 并不参加代表团的实际工作 除了这四名政治局委员 代表团成员还包括吴玉章 李立三 林玉英 瞎住 林玉英也叫张浩 他是林彪的堂兄 饶恕时 赵毅敏和1933至1935年复苏的中国苏区代表团成员 高自立 滕黛远 白驱代表 孔元 中共代表团成员同时还兼任中国各赤色组织驻莫斯科的代表 黄耀眠 饶恕时 先后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驻哨共国际代表 林玉英任中国赤色工会驻赤色工会国际代表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集中了中共在苏区以外最庞大的领导阵容 以王明为团长的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在苏联期间 正是国内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向江西苏区转移 共产国际 酝酿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新方针的时期 保持与国内联系通道的畅通成为代表团最重要的活动之一 中共代表团通过两个渠道与国内的中共中央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一 开通大功率无线电秘密电台 中共代表团通过共产国际的电台和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地下电台 以及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地下电台保持经常的秘密联系 因距离遥远和技术手段限制的原因 莫斯科与江西瑞金没有直接的电讯联系 而必须通过在上海的秘密电台中转 远东局和上海中央 包括中共中央签江西后成立的中共上海中央局 分别有自己的秘密电台 远东局给瑞金的电报 需由中共中央上海地下电台翻译转送 代表团与国内的电讯联系在红军长征后中断 1935年末 李玉英携密码本自苏联秘密返回陕北 国内与莫斯科的电讯初步恢复 而当1936年刘长盛再携密码本回到陕北后 在陕北的中共中央与代表团的电讯联系就得到完全恢复 二 派遣秘密信使 中共代表团通过回国的中共党员 向国内的领导机构传递重要的信息 1933年公开复苏访问的著名新闻记者 中共秘密党员胡玉芝 就曾为中共中央和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传递情报 共产国际并借助在中国国内的中共组织的协助 招募中共党员为其搜集情报 这些直属莫斯科指挥的中共党员 偶尔也为莫斯科与上海的中共中央传递消息 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是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 按照中共的组织原则 代表团的主要职责是代表中共与共产国际联络 向中共传达莫斯科的指示 在莫斯科与中共之间起上传下达的桥梁作用 代表团的另一项工作职责是领导在苏联学习工作的中共党员 从1931年11月王明复苏至1937年末王明返回延安 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下述三个方面 一、在共产国际内展开对中共及中国工农红军的大规模宣传 王明自抵苏联后 以共产国际职委和中共代表团团长的身份 经常在共产国际机关刊物 共产国际和联共部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发表文章 宣传中共主张 介绍苏区各方面情况 1932年 王明指派肖三以诗人身份参加在苏联哈尔科夫召开的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大会 与高尔基、巴比赛等著名左翼作家联络 以扩大中共的影响 1935年 王明又指派吴玉璋、饶术时等前往巴黎 创办中共报纸《救国报》 后一名为《救国时报》 王明并以其在共产国际分工主管拉美共产党事务的便利 指导美国共产党内的中共支部 在美国创办华文报刊 二、领导在苏联的中共党员 三十年代在苏联仍有不少中共党员 分散在莫斯科的列宁学校和莫斯科的外国工人出版局、中国部等单位 在远东地区也有一批中共党员在苏联各单位工作 由于在苏联的许多中共党员 同时又是苏共党员 中共代表团所能领导的只是在莫斯科的部分中共党员 莫斯科以外的党员基本上归苏共领导 三、配合苏共青党 在莫斯科中共党员中例行肃反 早在1927至1929年 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 就曾密切配合校长米夫和苏联秘密警察格伯乌 将持不同意见的中国学生投入监狱 或送至西伯利亚和北极地区劳改 三十年代初 斯大林开始大规模镇压在苏华人 莫斯科华侨商人被大批逮捕、流放、处死 新经济政策后一度兴起的华人商业繁荣的局面 顿时消失殆尽 中国人在苏联的处境日益艰难 远东地区的镇压则更为残酷 许多进入苏联境内的东北抗日游击队员 被当作日本间谍投放到劳改营 1934年后 苏联因基洛夫被刺再先清党运动 王明、康生紧紧跟上 在莫斯科的中共党员内也展开类似运动 代表团成员杨之华、瞿秋白之妻、曾永泉、孔永泉、 启元等军层遭受打击 1937年初 中共代表团争取到共产国际的大量军火援助 以接济准备进入新疆的西路军 既有五万支步枪、上百艇轻重机枪和几十门大炮 陈云、滕代远、冯炫、段子骏、李春田 押送这批武器存至阿拉木图等待西路军的讯息 后因西路军失败此事告吹 中共代表团除了上述四个方面的工作以外 还有一项特别的工作 这就是指导中共满洲省委 1932年后 因日本侵占东三省 中共满洲省委已无法与上海中央局正常联络 转而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直接领导 王明等曾多次发出给满洲省委的指示信 并派人潜入东北 满洲省委和抗联也多次派人去苏联向代表团汇报工作 中共代表团领导满洲省委是特殊形势下的一个例外 满洲省委与莫斯科的联络远比与上海的联络更便捷 按照中共组织原则 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无权干预中共国内的事务 但是在事实上 以王明为团长的代表团 在很大的程度上具有对国内领导层的影响力 王明之所以具有对国内的影响 主要源之于他的共产国际背景 和当时他在国内领导层中所拥有的政治优势 王明是深受斯大林信任 由共产国际一手扶植起来的中共领导人 1931年1月 在共产国际代表原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的强力安排下 王明被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指定为政治局委员 紧接着王明复苏 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 不久便被任命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 和政治书记处后补书记 东方部副部长 部长 因而被公认是国际路线的代表 一方面王明是中共代表 另一方面又是共产国际的化身 王明所拥有的这种双重身份 使他可以随时向共产国际的下属支部 中共表述其个人的意见 王明在国内有一批盟友 在六届四中全会上 博古 王家祥等皆以反立三路线的英雄 与王明一道进入中共领导层 稍后反国的张文天在政治上也属于王明博古集团 在王明复苏后 博古等人都成为中共的主要领导人 他们与王明的关系是一种生气相求 共存共荣的政治盟友关系 由莫斯科一手操办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得到莫斯科的高度评价 将其称之为中共布尔什维克化的开始 成为王明 博古等领导中共的全部法理依据 王明作为六届四中全会上台的一批人的精神领袖 对在国内的博古等人无可置疑的具有影响力 王明在莫斯科是否对国内的中共中央实行遥控 从现在已披露的历史资料看 王明和代表团一般不对国内的具体活动进行直接干预 但是在某些时候 王明也曾就重大政策问题向江西表达自己的意见 在1931至1935年 王明与国内的中共中央既有一致的方面 也有分歧的方面 导致王明与国内产生分歧的原因 乃是王明捕捉到共产国际即将开始新的策略方针 从而提出了新的政策主张 但是国内的博古等人仍坚持就有路线 拒不同意调整方针 王明在莫斯科对他在国内的盟友 一直持坚定的支持态度 对毛泽东则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 多有贬低和冷淡 王明在共产国际的讲坛上 高度称赞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 对共产国际总路线百分之百的忠实 1932年3月31日 王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12次全会上发言 他宣称 中共代表团在共产国际执委这个全会上 完全有权利高兴的向一切兄弟党说 我们党在其布尔什维克中央领导之下 现在达到了其13年存在的历史当中 空前未有过的统一团结和一致 瞎注13年应数比悟 1931年3月据中共创建还不到11年 与王明对中共中央权力支持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他对毛泽东的排斥态度 据王明在中山大学的同学陈修良等人回忆 早在1928年 王明等就在中大散步过 山沟沟里出不来马列主义 1932年10月 苏区中央局主持召开宁都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 毛泽东的军权被剥夺 毛的军事主张也被指责为右倾和保守主义 会议后在上海的博古张文天迅速向共产国际做了汇报 王明很快在共产国际的讲台上对博古等作出呼应 他用几乎与博古张文天完全一样的语言 指责党内一部分分子对于国民党军事围剿和日渐逼近的帝国主义对苏维埃革命的公开武装干涉表示悲观 失望和消极的情绪和观点 表示坚决支持党在中央的领导之下 对目前阶段的主要危险右倾倾向进行斗争 王明与博古的完全一致在1932年逐渐发生变化 王明开始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和国内的中共中央产生了分歧 王明在征得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的同意下 以共产国际的名义致电中共中央提议调整中共的土地政策 对富农的政策和工商业劳动政策 但遭到博古等的拒绝 1932年3月王明发表文章 第一次公开批评中共的土地政策 指责国内苏区时常不断的 甚至一年三四次重新评分那些已经由基本农民群众分配过的土地 是一种表面好像左的 实际上非常有害的倾向 王明还指出对中农的关系不正确 是中央最重要的弱点和错误 1933年1月 王明进一步批评国内苏区对富农采取的全面没收的政策 王明指出采取这种左的立场是混淆了革命的阶段 认为在苏区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了 王明还尖锐批评中央苏区禁止自由贸易 严重损害了苏区的经济 明确要求纠正上述政策方面左的观点 制定灵活的能够反映各地区差别的经济政策 博古对远在莫斯科的王明的上述意见完全置之不理 与一般人所想象的情况决然不同 博古并非在所有问题上都对王明一步一趋 此时的博古正青春年少位居中央苏区第一号人物的地位 在日益严峻的形势下 博古更加坚持原有的僵硬政策 本来博古的立场在苏区内部就已受到张明天的质疑 现在连王明也提出批评 但是博古对所有这类批评都采取了坚决挡回去的态度 博古的僵硬立场引致王明的强烈不满 正是在这个时刻王明对毛泽东的态度也从冷淡转向热烈 王明对毛泽东态度的转变大致以1934年为界 在这前几年王明完全支持博古等对毛泽东的批评帮助 王明自认为在党内的基础巩固 对毛泽东的重要性尚缺乏全面认识 也还没有将毛视为是自己政治上的对手 在这个阶段 王明对毛泽东轻视忽略有之 但认为王明出于防范毛泽东的个人动机 在莫斯科处心积虑贬损毛 则未免言过其实 也缺乏事实依据 1934年后 随着王明对博古不满的加深 王明对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王明开始在共产国际的讲台上宣传毛对中共的贡献 1933年下半年至1934年春 王明曾多次试图返回国内进入中央苏区 但最终因知晓王明反国计划的上海地下电台台长被国民党逮捕 王明反国计划被迫取消 为了修补因长期脱离国内艰苦斗争 而对自己政治上所造成的损害 在毛泽东已受到党内批评权力被削弱的情况下 王明向毛泽东援之以首 不仅可以进一步扩大自己在党内核心层中的影响 更可使自己在党内矛盾中处在仲裁者的有利地位 正是基于这些原因 从1934年4月起 王明在莫斯科陆续做出一些姿态 试图建立起和毛泽东较为亲善的关系 1934年4月20日 王明康生致函中央政治局批评中共中央在一系列重大问题 诸如在苏区发动针对毛泽东的反罗明路线斗争中 所存在的不可忽视的严重弱点 信中指出 中央政治局A对于缺点和错误的过分和夸大的批评 时常将个别的错误和弱点都解释成为路线的错误 没有一个白区主要的省委或直接在中央领导之下的群众团体的党团 不被指出过 甚至不止一次的犯了严重的或不可容许的机会主义 官僚主义的两面派的错误 绝没有领导机关的路线正确 而一切被领导的机关的路线都不正确的道理 此种过分和夸大的批评 既不合适实际 结果自不免发生不好的影响 B对于党内斗争的方法有时不策略 比如在中央苏区反对罗明路线时 有个别同志在文章中 客观上将各种的错误都说成罗明路线的错误 甚至于把那种在政治上和个人关系上与罗明路线都不必要连在一起的错误 都解释成罗明路线者 这样在客观上不是使罗明孤立 而恰恰增加了斗争中可以避免的纠纷和困难 王明康生虽然没有完全否定反罗明路线的斗争 但是这封信还是使已进行一年的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停了下来 1934年8月3日 王明康生又就当年1月18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 给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长信 在这封信中 王明康生指出 中央政治局在对第五次反围剿政治意义的评估 扩大百万红军 以及有关对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解释等三个重要问题上都存有问题 很容易引起不正确的结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 王明对博古的这类批评 不仅未被承认 反而将其定为是王明的主张 王明当年对政治局的批评意见 几乎被毛泽东全盘接受下来 只是以被当作批判王明自己的武器 1934年9月16日 王明康生再一次写信给中央政治局 这封信可能是中共中央大转移前来自远方的最后一次信息 王明在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准备召开七大以及对西北问题的指示后 专门谈及共产国际出版毛泽东文集的事宜 毛泽东同志的报告 指毛在二苏大会上的报告 银者注 中文的已经出版 筹字封面金字标题道林纸 非常美观 任何中国的书局 没有这样美观的书 与这报告同时出版的是搜集了毛泽东同志三篇文章 我们这里只有他三篇文章 出了一个小小的文集 提名为经济建设与茶田运动 有极大的作用 随后在中共代表团的协助下 共产国际又出版了中共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一书 收有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的报告等文件 并译成俄英德日等文字在苏联和世界各国发行 这样在整个三十年代 中共领导人能够有资格在苏联出版文集的 除了王明 只有毛泽东 在王明 康生9月16日来信后不久 1934年10月10日 中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及8万6千名红军开始撤离中央苏区 对于这一决定 王明事先是知道的 1934年5月 中央苏区军事战略重镇广昌被国民党军攻占后 中央书记处在瑞金召开会议 决定将主力撤离江西进行战略转移 并将这一决定报请共产国际批准 在共产国际复电批准转移计划后 中央书记处成立了以博古、周恩来、李德组成的三人团 负责战略转移的全部准备工作 从1934年10月上旬 红军长征开始 瑞金与莫斯科的电讯联络就已中断 直到1934年11月中旬 王明在莫斯科通过上海日文新闻联合通讯社 11月14日发布的消息 才知道红军开始长征 王明在这种形势下 进一步加强了他对国内中共中央的批评 1934年11月上旬 王明向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局 中国部全体工作人员 做六次战争与红军战略的报告 11月14日又起草了至中共中央的信 这封信因为红军已开始长征 未能传送至中共中央 王明的报告及信件都提出 中共中央犯了忽略国内形势新特点的错误 尤其在军事问题上存在许多错误和弱点 王明还批评了中共中央处理福建事变的方针 宣称由于没能援助19路军 最终导致敏变的失败 从而加剧了红军冲破蒋介石围剿的严重困难 在中央红军撤出江西苏区的背景下 王明对中共中央的这些批评 与已经形成的严重危机有密切关系 同时也是他与伯古等在一系列问题上分歧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 在一段时间内王明并不知晓 王明是在1935年8月20日陈云一行抵达莫斯科后 才获知有关遵义会议的详情的 王明尽了很大努力 试图恢复与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 1935年初春 王明派李立三、段子俊和一个熟悉无线电通讯的波兰人 前往中亚的阿拉木图 李立三专门派了两批人 携带无线电密码本经新疆回国寻找红军 但都未获成功 此时的王明并不知道伯古已经下台 毛泽东重新出山的消息 他仍然继续在一些重大场合中向毛泽东表示敬意 1935年8月7日 王明代表中共在共产国际七大上 做关于中国革命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 他在报告中列举了13个中共领导人的名字 将他们称之为党内领袖和国家人才 在这份名单中 毛泽东位居第一 而博古仅排在第十二位 纵观王明在1931至1935年 对毛泽东的认识及态度变化的过程 可以发现 王明对毛泽东看法的转变 是与他和博古分歧的逐渐扩大 互相联系的 1932年后 王明受到共产国际调整政策的影响 其原有的极左思想发生明显变化 而在国内的博古因消息闭塞 兼之头脑僵化 却继续恪守共产国际救食的政策 王明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 对党内高层关系的复杂性 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于是改善并加强与国内毛泽东的关系 就成了1934年后 王明在莫斯科的主要活动之一 王明相信自己在党内所处的地位 是不可替代的 他已做好准备 和毛泽东等其他领导人携手合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